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现场的揪团人蔡先生他主办了这个火车性爱趴 就是在2点45分的列车从台北车站出发 两年后我们看见这个事件的发展 已经被判刑6个月定业 那这是一个对我们所有在现场以及我们在网络上发起的行动 参与声援我们这个火车趴事件2周年募集800壮事行动的朋友 共同所认为的就是说这个法律是非常有问题 但是不只是这个问题而已 我们今天也安排了算记者会时间不长 我们也准备的发言稿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旁边的朋友索取 我们也会在网络上公布 那目前这个800我解释一下什么是800壮事 蔡先生被判刑是6个月定业 6个月刚好可以一颗罚金 一颗罚金的金额是一天算1000块 6个月就是18万 对不起 18万是一个可观的数字 特别是像蔡先生这样 她也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服 而因为这个事件的污名缠身 让她找工作也一直的受挫 所以要她募集18万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就发起这个行动是 如果我们愿意认同这件事情 好吧我们就火车总是很多杂业 我们就一起进行吧 如果我们认同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一个人也来交800块 跟当时纠团的费用一样 我们报名参与 我们这新的纠团的出现 这800只要有225位 我们认同性权价值的人 我们就不高18万了 这也是我们今天发起这个集体行动 非常重要的意义 所以我们的记者会即将展开 那我先讲一下 我们目前共同发起的团体 就这次的纠团是一个集体纠团 我是简单让大家知道一下 目前的团体有 性别人权协会 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 跨性别权益行动会 日日春光怀互助协会 台湾TG蝶元 8029235反恶法联盟 儿少法29条受害者家族 陶舍 台湾同志咨询热性协会 台湾彩虹公民行动协会 以及台湾同志游行联盟 那我们还在持续有共同发起中 所以也谢谢大家来 一起参与我们这样一个记者会 加说明会 好那我不多说 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会有今天整个记者会的说明 我们第一位 我们请这个事件的现身说法的火车帕 揪团人蔡月林先生解释一下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身为这场火车帕的主办员 还能经历的灾程程程程程程程的风波 深陷其中是可以打开万千 很遗憾这场活动会是以这样子的方式 去引起社会的关切 这件案子一出来的时候 我们在媒体上看见许多的扭曲报导 进而引发了众多议题的讨论 检体单位也如廷大底 仿佛受到媒体所下的指导机引导 千方百计的要起诉的人 包含右拐 未成年少女 意图在公共场所进行卫蟹行为 将车帘拉下寻求刺激 又是违反了第几条第几块 我必须在此澄清 这整场活动都与犯罪行为无关 客厅车本为私人租借性质 只是副挂在车厢的最后一节 并非人人可自由进出的公共空间 相反的客厅车只租借给承租团体 因此不能算是公共空间 我在事发当前并不知道 女主角的真实年龄 而经后来查证 事发当时女主角为17岁半 那依照法律规定 何一新疆年龄是16岁 所以也并不存在未成年 性交之问题 报纸上面所谓的 向车帘拉开寻求刺激 更属无稽之谈 车厢的车帘从头到尾都是紧闭的 中间并没有人去将车帘拉开 而经过了多方查证 检方在查无实据的状况之下 居然以刑法231条 没借土利罪起诉 那理由是有剩余金额49元 还有一些剩余的物品 那被告有土利的可能 那至于金额过低 以及剩余物品与付出值不成正比 也被检方以盈利操控 适当为有失而不见 而更诡异的是 法院也接受这样子的说法 在违反无罪推定原则的状况之下 将本人判处6个月有期徒刑 因此我今天必须站出来 为民众的将来可能被此判例 所影响的情色集结自由发生 法律的利益是为了保护人民 而不是以巧色明目的法条来迫害人民 司法不应介入民众的心爱自主权 相反的司法应该保障民众 有一般集结的自由 来自于情色集结 本人在此呼吁社会大众 持续关注此案 这不是一个结束 而是一个开始 那未来我们也很快的会提出 事先案以维持这个人民的权益 好我们谢谢玉玲 我觉得我的声音比较大 希望等一下发言的人就跟我一样 稍微靠近麦克风 因为旁边的朋友才听得到 好大家听到刚刚玉玲所解释的 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一个纠团的行为 从公然猥亵到儿少性交易 到最后意图盈利使人为性交易 判刑定业 他的盈余49元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里面 我们等一下就来请王浩中 他就要针对这件事情来各位谈一下 营乱跟盈利如何分辨 王浩中 喂 好大家好 可以哦声音可以 我的发言尽量简短 那我其实主要就是想讲说 一般我们批评恐龙法官 这两年其实很多在批评恐龙法官 或者恐龙检察官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说 不管是判决或者起诉的内容 距离社会大众的普遍认知 差距过大 那造成这个结果 恐龙法官 恐龙判决的结果 通常可能是因为法律训练 跟法律条文的制定 跟社会脱节 难以与时俱进 那我今天主要就是认为 今天为什么在这里要谈这件事情 因为整个台铁心爱趴进入司法机制以后 从起诉理由 一直到最后的判决定验 我认为它就是一个恐龙起诉 恐龙判决 那这个恐怕也不是个别的检察官 跟三省的法官的个人问题 而是这个起诉的法条 刑法231 本身就是一个恐龙法条造成的结果 好简单说这个事情是什么 大家应该不用再重复讲了 就是一个众人合议的心爱活动 蔡先生主揪 就大家参加了一个心爱趴 在台铁车厢里面发生 这种活动的模式 在日常生活里面 其实非常普遍 最广泛来讲 现在是消费社会 一群人想要集结起来 做什么事情 通常很难避免的 一定会涉及金钱开销跟消费 就团出去玩 就团出去泡温泉 就团出去买温泉旅馆的票 等等的 大家一起出去玩 那从我自己 大家念书的时代都有经验 从小学 小学老师最喜欢怎么集体邮购 大家在教师办公室里面签那个邮购单 到现在比较进步了 现在是网路上网购团购 买那个coupon券 那这种行为啊 其实是非常普遍的 那现在是尾牙季 大家在现场可能也都会有经验 尾牙会要续团 大家要约出去唱歌 约出去玩什么的 也都会有这种 要一群人一起出去 然后需要有一个人来负责邀集大家 负责统筹收费等等 但是这种寻常的生活模式 过去从来不会有人说 这个负责揪大家的人 他的目的在于盈利 不会有人这样讲 你办公室同事说 我们尾牙后续团出去玩 你不会觉得这个人要盈利 虽然这个人他同时可能也要负责 跟大家收钱 他要瞧时间 瞧地点 瞧大家等等的 那这种工作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是吃力不讨好的 因为你要顾及到每个人 就好像大家看这个事件里面 蔡先生要顾及到每个人 是不是玩得愉快 他要约大家都可以的时间 要去负责把这个地点 车厢给订好等等的 那这个人呢 他比别的人都负担了更多的责任 有的时候 比如说像这个活动 他算幸运 还没有自己贴钱 因为如果今天办这个活动 收钱收的不够 有什么出了什么意外 要多搭个什么车什么的 你就得自己多贴钱 所以这种工作是非常不讨好的 那我认为 为什么这些判决是一个恐龙判决呢 就是因为 如果今天蔡先生被判有罪的这个判决 他的预设为真 也就是说 蔡玉玲他揪团半趴 可以被看成是他的目的是要盈利 他有盈利的意图跟犯益的话 那么我们过去生活中 所有的经验跟认识都要被推翻了 因为大家都开始斤斤计较 比如说你的同事 你的同学约你团购 约你邮购 办公室同人三三两两约出去玩 大家有什么好康的 互相报 是不是都是为了要盈利 为了要为了要这个收钱的过程中 他要图取你的钱财这样 这完全超出我们一般生活的认识跟想象 好那我认为这个非常荒谬 脱离了我们的经验跟现实 好整个台铁性爱趴 众人合议 没有人受害 觉得自己受害的 其实只有那些不在现场 然后见不得人家在这个性爱趴的过程中 获得愉悦的人 或保守社会 那他们的固执跟保守价值观被侵犯了 那么可是我们认为 刑法不应该用来打压特定的偏好跟品位 也就是说今天你不满性爱趴或者你不想参与 你觉得这不符合你的性的品位跟喜好 大不了你可以不参加 你可以不参加蔡先生办的活动 你也可以在个人的感受上 你觉得他很淫乱 这没有问题 这是你的思想跟言论自由 但是呢 刑法不应该去服务这种感受 刑法不应该把这种寻常的活动 恶意的曲解为盈利 好所以这边要提出来就是说 淫乱不等于盈利 情色纠团无罪 我们喊一次好了 我淫乱 我没盈利 我没盈利 情色纠团无罪 情色纠团无罪 好谢谢大家 谢谢王浩宗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请同院工作者克飞 来跟我们谈保障公共场所的性隐私 大家好 我是同志咨询热线的克飞 在这一场就是共同合议 然后没有违反性自主的这个活动当中 最后被判刑的理由有一个是违反善良社会风俗 然后破坏社会秩序 违反社会风俗 那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强烈的道德审判 在这里我想要质疑 为什么要用你的道德来审判我的生活 那火车作为交通工具 它是一个公共场所没错 但是如果它租租给人举办活动 变成只有参加的人才可以进去的一个私密空间 一般民众根本看不到火车内 那这个时候其实火车就跟我们私人住宅的房间一样 它已经不具备公共场所的要件 在私人住宅的房间内的行为 究竟它如何能够破坏社会秩序和善良风俗 这个国家的法律和公权力 介入一个私密空间的活动 把刑法深入人民的库款内 说穿了只是因为对于不同的生活方式 还有不符合社会大众习惯的性爱方式 看不惯看不爽 而进行道德审判跟集体暴力 这种道德审判跟引进国家公权力迫害和骚扰 不同的性主体 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历史并没有很远 身为同志 我们对这个感受特别强烈 在1997年 有一群警察 喝着枪领检台北市的常德街 上面的男同志 把整条街四五十位的人 强迫带回警局 到了1998年 警察冲进了台北市重庆南路的AG健身房 强迫房间内的人 拍摄猥亵的猥证照片 以妨碍分化罪起诉 在更久之前 对许多老年男同志来说 是他们出道启蒙的一个重要的社交空间 新公园 也就是今天的228公园 就是一个 每天上演着 性身份实践和躲避警察追捕的历史空间 同志的生存的历史 就是一段 和妨碍风化 违反商量社会风俗 猥亵等罪名 不符合一男一女 一生一世 不在婚姻内的关系或性爱 通通被说成会交换 儿少的坏榜样 而遭到恨罚跟禁决 至于不同性主体的生活方式 不同的性爱关系 不同的性爱方式 为什么会交换儿少 却不曾经被细致的辨证跟厘清 我们只看到无限上纲市 以保护知名粗暴的全面封杀 同志咨询热线协会 有一个推广性愿业跟性安全的爽歪歪网站 在一年前 我们接到台北市社会局的来函 要求这个网站 应该做限制级的标示 防止儿童及少年怨然 他完全忽略了 我们要进行一个性愿悦和性安全的教育的目的而设置 只是因为 在公文上写的理由 只是因为以文字或图画 具体描绘性行为及裸露人体性器官 而这个性器官的图片描绘 其实只是漫画而已 就列为18禁 在我们延迟回复断然拒绝妥协下 这个网站坚持性言论不应该受限的立场 那这两个事件呢 这个事件和火车派被判刑的案子一样 其实都凸显了一件事情 就是主流的舆论和国家的力量 集体恐信 以及对性权的迫害 对于这件事情 我们必须要严肃的看待 挺身出来强烈的批判 谢谢 谢谢特飞 那我们来呼个口号 这个口号有点好笑 我先讲一下 就是不给你看美你的事 毒蛇公民真讨厌 有点幼稚 有点幼稚 我们念一下 怎么样 不给你看美你的事 不给你看美你的事 毒蛇公民真讨厌 毒蛇公民真讨厌 再一次好吗 不给你看美你的事 不给你看美你的事 毒蛇公民真讨厌 毒蛇公民真讨厌 好我们接下来 我们来请中央大学 性别研究室召集人 何春软来谈一下 法律应当如何来尊重 多元性道德 谢谢大家好 两年前火车趴的事件 曝光的时候 一连几天你在报纸上面 看到都是媒体很忙 因为媒体在忙着找法条 到底哪一个法条 才能够起诉火车趴这个案件呢 很可惜的是 第一火车趴并没有公然猥亵 反而超级的低调 隐匿 注重安全 注重秩序 连妨碍风 善良风俗都算不上 到现在为止 就连我们最伟大的狗仔队 就找不到任何一张照片 证明这件事情是如何发生的 第二 台湾并没有像大陆一样 有那种所谓的聚重淫乱罪 所以多批开性爱趴 并没有处罚 法律并没有管这一块 而当时的女主角已经满16岁 拥有性自主权 到了最后 检警只能牵强的用意图 盈利49元的这个罪名 来起诉定罪 这一整个积极的所谓找寻法条 让人入罪的过程很值得我们思考 为什么我们遇到了一些我们不熟悉 我们不喜欢 我们不赞同的性行为和性活动 我们就完全没有耐心去认识去学习去理解去辩论 而只会直觉的动员法律加以制裁 难道我们个人的很有限的保守的性道德价值 就应该变成所有人应该遵循的标准 只要出现偏离的行为就要强迫法律出动来消灭它吗 不分青红皂白动不动就诉求法律制裁 千方百计的找明目将性的一己入罪 这是一种新的道德暴力 是对于法律的扭曲和扩权 而掩盖的正是主流性道德对于边缘性实践的压迫 老实说火车趴所实践的尊重体谅卫生秩序 恐怕是绝大多数主流异性恋性行为根本做不到 也从来没想过要做 法治社会讲求的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而不是世事都动用法律惩罚 更不能让特定的性道德性价值凌驾于法律之上 把法律转为特定的性道德扫除异己的手段 一个成熟的社会和成熟的公民 应该尊重他人的私密活动 就算你不同意不喜欢没办法接受 你可以批评可以非议可以说三道四 而不能够利用法律的手 利用你正义的道德形象来对异己进行歧视和迫害 最后我们再三的呼吁尊重多元情欲 尊重多元情欲 捍卫他人隐私 尊重多元情欲 尊重多元情欲 捍卫他人隐私 谢谢 这就是我们集中的法院进行上诉的行动 并且同步发起了网络的联署 我们认为人民有集结的自由自主的性集结不应该受到干涉或是惩罚 火车帕虽然它维持了全面的隐蔽 然后最后还是被恶意的媒体揭露被司法体系定罪起诉 我们认为不同的信片号跟口味在这个号称多元社会里面显然没有立足之地 那这是我们集体行动为什么要开始 那我前几天问玉琳啊 我说你过年怎么过 她说我一个人在家吃泡面 其实我觉得也许这是她最爱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也理解这个时刻快过年了 家不一定拥抱我们 甚至是最抵制最排斥我们的 因此我们常是孤单的 因此我们必须集结 但是集体也不是只是互相拥抱取暖 而是我们要互相鼓励 让我们的行动不孤单 如何行动 除了今天没来的人 我想也有地理的关系 你可以在家看脸书 但是除了在家看脸书 我们还必须像今天一样上街行动 好我们也都走出来了 但是除了上街行动以外 我们还要增进我们的知识能力 我们才能介入这个规训我们的 不公不义的体制跟法律 所以我们发起了这样的一个行动 因为面对对性权的限制跟压迫 我们必须有真的行动 我们发起了今天这个火车趴二周年 募集八百壮士的行动 正是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来 这样的集体抗暴的行动 今天也不是第一次 就在现裁那位拿着漂亮手机的 赖正哲先生刚从北京赶回来生意我们 他是谁 他是十年前 我们就曾经集体集资协助过他 他是因为行235被判刑定验 为什么 因为他开了一个同志的书店 金金书库 贩卖难题写真的书 被认为猥亵行235判刑定验的另外一个受害者 当时我们也觉得很不合理 我们也是透过集体的力量 整个过程从上述到非常上述 最后我们也是采取了视线的行动 也促使了大法官会议做出617号的解释 所以我们今天再度展开要做这个司法的救济行动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 那是十年前了 十年后的今天 刚刚发言的一位王浩中他在哪 看起来很年轻的那一位 十年前你几岁啊 他未成年了 但是十年后 不让他回答 十年后 我们也站在这里集体的继续前行 新的世代展开了 但是对性权的迫害并没有停止 所以我们的行动绝对不能停止 也呼吁大家跟我们一起来 不管是在脸书上关切 在网路上关切 跟我们今天一起来听听我们这个说明 我们还可以持续向下 除了我们今天作为八百壮士 我再讲一下刚刚有人还没到 我再说明一下 八百壮士的意思就是 蔡先生被判了六个月 一颗罚金的金额高达十八万 凭他个人是不可能的 我们可以怎么做 我们集体出资 我们也来交八百块 他揪团交八百 我们现在集体揪团 大家也都来交八百 二百二十五位的我们 我们就可以凑足十八万 但是把这个罚金交了 表示我们对司法妥协了吗 不 我们这样的人会持续的继续做下面的法律行动 我们要视线 为了视线我们的知识必须增长 所以我们有学习小组 也呼吁大家也一起来参加 除了交个八百块 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搞清楚这个法律在干嘛 这个法律很有问题 意图就是个问题 性交易也是个问题 说他盈利 什么是盈利都是问题 如果你觉得有问题 你觉得不公平 你觉得要参与 一起来交个八百块 很简单对吧 没有 发现有人觉得不简单 好 我们要让自己很清楚的知道 八百块很容易 这是第一的门槛 接下去的学习 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 在司法的迫害受害者 今天有三位 我们希望也呼吁大家 跟我们这三位一起来 最后我们的记者会结束 我们要一个合影留念 我们也希望 我们现在站在台上的 好像是这个跟十八吃汗一样 我们的第一批十八的人 我们这个揪团要揪上百人 两百多人 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 我们的ending 就是在火车头前 拍个集体抗暴的照片 三位受害者邀请赖正泽过来吧 亮个相 其实他是第一位受害者 司法受害者 还有一位何春仁 出来 这也是被刑法迫害的 还好他这无罪开示了 会不会是教授呢 是吼 不行 我们绝对是平民与教授同罪 或是同无罪 然后就是蔡玉玲先生最年轻的 不过坚持下去我们会支持你 除了在家吃泡面以外 跟我们一起 好我们最后结束了 我要求伙伴到后面来好不好 我知道你们有参与的 其实你看群众移位了 移动你的位置 表示我们支持这个行动 大家都过来 不要怕被曝光 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 过来过来 不过过来要小心了 八百块没给我的理财 我跟你要 我们前面看怎么样 蹲一点或怎么样 我们今天很重要的日子 火车已经到新竹了吧 我想这么久之后 我们半蹲吧前面 不行我不能蹲 你们往这边蹲 我在旁边指挥一下 都过来都过来 这男的 那边也可以站哪 不要踩到我的麦克风 我们挡到你 过去过去 好我们先呼口号好吗 这个等一下马上 我们有三组口号 第一组口号 情色集结有理 多批纠团无罪 如何 好 情色集结有理 情色集结有理 多批纠团无罪 多批纠团无罪 好第二个比较幼稚 我很爱的 不给你看美女的事 不给你看美女的事 毒蛇公民真讨厌 毒蛇公民真讨厌 好再来何老师的很文周周的一句 尊重多元情欲捍卫他人隐私 尊重多元情欲 尊重多元情欲 捍卫他人隐私 好谢谢大家 也谢谢各位八百壮士们 谢谢大家 好我们运动持续 然后视线的这个 关卡也很高 我们需要法律专业者参与 所以如果有法律朋友 愿意加入也跟我们报名 谢谢大家 加油 注意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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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运动 你不要忘了 我忘了 我忘了 快去 你的女人脱战 我在后面 謝謝